1500名护士今天在黄庭芳综合医院庆祝护士节 医院刚在上个月底投入运作 幼儿园的孩童热情欢迎护士 同时献上亲手写上感谢祝福的纸花 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逊博士出席了庆祝活动 在筹备设立黄庭芳综合医院的过程 这间护士提出了一些以病人为本的建议 而在今天的活动上获得表扬 活动上也追到育朗保健集团已故的护士副主任高金兰 他曾负责黄庭芳医院的多项规划项目 以及安排亚历山大医院的护士过渡到黄庭芳综合医院